不请自来自策会执行长卓振宏指控民众党立委高宏案在自策会服务期间兼职 但自个身兼七职如何解释上不了台 还有大长官经济部长王美花亲自挂保证 这个兼职一定都是所谓的无几职的那种兼职的部分 自策会新闻稿更强调卓振宏就任时兼职都是非盈利机构 但谢丹姐这声明不到半天又被翻出 去年秦岭江部所属财团法人兼职费用十个月共八万五千元 一任三年可领二十五万五 而且明细明明白白就是兼职酬劳 反走过被游下痕迹这些证据都会被留存 上面就写着兼职费这三个大字 现在这些铁证如山摆在眼前的时候 我还蛮想知道卓执行长又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些社会大众的舆论 其他的这个兼职的酬劳啊薪资啊是要交给自策会的是要上脚的 在翻开自策会坚持办法明定非补助性给付 包括酬劳等必须上脚 但经执行长隔离者不在此线 自策会则回应这笔钱是劳务对价的隔离报酬 交通费车马费出席费不算薪水 而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另开战场 点名公文案前一天出示证明自己赴美就读 自策会长官执行的email可能有假 你那email是真的假的 你不要面证成功 访法连篇颠倒是非 就有小说叫警察道歉一样离谱 那今天还在想要自知会道歉 有种你就会告自知会的事 最近的这一些连番的这些口出狂言 真的让人觉得他已经有点失控了 柯建民是不是我们新竹市长的另外一位候选人 现在是可以直接指认你有罪 那你就是有罪吗 刮别人的胡子之前 最好先刮自己的胡子 否则就怕大型翻车现场 不断在国会上演 TV新闻周一峰你家会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